神州启明处龙脉连天际 这里是960万平方公里的点睛之笔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这里是东北大地上的制高点 白山傲日犹如雄鸡昂首一鸣天下小 天池映月宛若神龙凝目一眼望三国 四季对麒麟都毫无保留 极尽繁华 而东偏有把它宠得不像话 将最美的妆发都赋予了它 当片片雪花在空中绽放 仿佛揉碎了无数星光 百里乌松在枝头乍现 好似镶嵌了整个春天 这片黑色大地此刻正身披盛装 化作一片无垠的海洋 一座座山峰翻滚着白色的浪花 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 一路万缕淫丝 两岸穷树荧 人们在雪中踏马肆意潇洒 直到把日落跌进星河 泛起长夜繁星的涟漪 才恍然感叹 世间真的有童话 凛冽危恶的长白山下 流水复万树寒烟 抬头望冰复挂穿 水在云之上 云在风之巅 时而化为雾 时而雨成仙 有人说它是细王母的宝镜 守护一方平安 有人坚信 它是女妈补天的宝石 一落凡间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星球 含有的惊艳 烟波浩渺的静月谈边 清风茫茫 月影蝉蝉 它时刻遥望着祖国东南 对它的姐妹 发出最深切的呼唤 波澜壮阔的鸭绿江畔 雄啾啾 气昂昂的歌声 依然在 汉回响 荡气回场 它们孕育着共和国的希望 坚定着新时代的信仰 用一腔热血 守护着万家灯火 和幸福安康 新汉至今 2200多年的建成史上 它始终不虚不忙 争不抢 近代以来 用无数个第一 默默打造着 中国制造的金鸣片 东北虎咆哮着吉林人的豪迈 开江鱼雀跃出 吉林人的性情 它们清醒 挺勇敢 冷静又自豪 它们知道山高水长 怕什么来不及 天空海阔 慌什么到不了 当天地也无尘 山河亦有影 用松花酿酒 看半熙明月 以春水烹鱼 听一阵清风 答案在路上 自由在风里 这次让我们一起相约 大美吉林 远赴长白金鸿雁 一督摇池 盛世言